韩国是个偶像工厂,演艺圈里这男美女那是多得多,颜值都是杠杠的,就算你是立强,颜值不行,对于韩国艺人公司来说,那也是不OK的,不行你就是整容,整得好也行。 下面小编就来介绍,一位拥有女天美颜和一对笑颜的小哥哥车银忧,绝对纯天然的一枚帅哥,车银忧出生于1997年,韩国的歌手兼演员,还是男子组和Astro艺员,隶属于Fantaggio Entertainment公司,是金玉斌的后背波,两人同公司,小哥哥不仅研究那天,至少也是很高的, 先就读于成军馆大学演技艺术戏,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名校啊,不得不说,车银忧小哥哥真的好优秀啊,真的是喜欢你,没道理哈,小哥哥主演的我的ID是江南美人,也在火焰播出中,这部剧就有关女子爱美整容的情节,此剧也是由漫画改编,据说还原度超高,电视剧很令人满意, 收视率也是杠杠的,在一众韩剧中突颖而出,男女主高中同学,男主从小就是酷帅伯妈妈很美,但是因为妈妈的美貌和伤害,男主很小对漂亮女人害怕又讨厌,女主跳舞厉害,但是因为相貌不好,长得难看,从小缺乏自信,上了大学,鼓起勇气整容,变身美女,两人在大学相遇, 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,男主都紧说,从小到大,一直都是学校校草,车银忧这点是完全符合的,车银忧背着,为脸蛋天才,曼思南,有着女人嫉妒的美貌,如果按照脸蛋排名,她是韩国金字塔肩上的人物,车银忧还有一点,也是本色出演, 智商和情商双飞,特别适合男主,就连女主扮演者都嫉妒车银忧美貌,这颜值非常可以打过,另外,男主还有一双颇眼金睛,专门鉴定各种绿茶表,丝毫不受起蛊惑,刚到学校,学姐就问男主,这里太热,咱俩出去都走,男主蒙脸回应, 你自己去吧,男主站起要走,学姐不此心问道,学弟你去哪儿,学弟继续面谈说,我出去吹风,小编认为,女配当时会起罩吧,这句看得真是爽啊,男主很不见真情,小编很喜欢